都不是 怎么样才能开 它可以抓住了 一动也不动 你看这个胯 这一条线它一动也不动了 你看这个胯它自己开了 然后开开开开开开 芝麻芝麻开门吧 开门吧 开过来了 这个地方没有动过 这叫开 它这么让它开了吗 这条丢了个圈的话 我会转个圈 不知道汉语叫什么 因为有一个断面 一个圈 它是这么转 没开胯 所以呢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倒过来 你只要是想练什么地方 把这个地方相邻的你一点给卡住 想练轴了 这样你练轴 这个手不动了 你看这是在练轴 所以才练轴 现在想练肩 要练肩了 整个胳膊不动 它就这么样才能练肩 翻过来说 这么样练肩 躯干不动 这个方式躯干 躯干不动了 我只练这个肩 躯干没有动 这个就好像是你这样 这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我上面带一个号 这就是我的肩 这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练肩吗 它就晃了 所以现在我要这么练肩 你们看我的躯干 它这不就是晃一晃 这就晃一晃 所以里面一动也不动 只是个肩在这里 也可以翻过来 也叫练肩 倒人练 这个肩膀不允许动 让你去干自己动 它也是有肩 所以这个开合的问题 它也是类似的 这是练功的方法 最后达到的是通过这个样 它才能转起来 才能够把你的胯开了 胯开了 胯开了就是每个关节开的意思 所以我还是再重够 因为要不然的话 大家老说 陈老师你练胖了 身体跌腹为主 我是胯就是身体关节的抖胀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上面过一会儿呢 等我们停止的时候 有关这个材料上的东西 大家可以再问我 可以再跟大家交流 对